星期四多区日间气温一度升到摄氏30度或以上 一班在户外工作的工人有没有定时休息避暑呢? 劳工署在下午1点50分发出黄色鼠热警告 是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和有关警告系统 星期一实施以来首次应用 历时两个钟去到3点50分随下 根据指引黄色鼠热警告生效的时候 雇主应该为户外露天工作的雇员提供相应的休息安排 例如属钟等劳动的清洁工人 每个钟可以有15分钟休息 扎铁、棚架就属于极重劳动 每个钟可以休息45分钟 但是港九劳工社团联会副主席谭今年话 大部分工种包括园艺、装修、物馆、清洁、保安等 因为工作关系不能够看手提电话 以至很难察觉鼠热警告已经生效 另外有工人担心休息时会被黑扣工资 就算警告生效都不敢休息 甚或有部分工人因为警告生效的时候 已经开展工序没办法收回 以至同样没得休息 谭今年认为劳工署发出鼠热警告时 理应至少提前两个钟预告给到雇主弹性 另外建议指引需要列明属热警告下休息不会黑扣工资 避免勞资双方争拗 扎铁业团结工会总干事黄惠文认为 实际上难以执行指引所建议的休息时间 便相根本无办法开工 他建议参考过去 与扎铁商会已经达成的共识协议 在每年6至9月严下时间 在早上10点给予地盘工人 额外15分钟的有身休息时间 平衡勞资双方利益 劳工署说到现在未收到有雇员 就有关事而投诉 由5月15日到现在 处方透过巡查发出四个警告 给相关持责者 处方又说指引所列出的休息时间 是假设在户外环境 和没有采取任何防暑措施的情况 如果雇主为员工安排有效的防暑措施 是可以相应减少每个小时所需的休息时间 东网记者岑指号 帮助